国家都比不上你 没有学都做到了 这叫老实 我们天天在学 天天头脑里都还在想新花样 没有一教风险 叫不老实 所以天天学一样没有成就 我们建一切法 还要不要去追究呢 世间人常讲的 打破砂锅问到底 佛法是许可的 许可你问到底 决定没有忌讳 为什么 有疑 这个疑惑一定要断除 问到底是帮助你断以身心 所有疑惑都没有了 你人就老实了 你还有疑虑 你怎么可能老实 老实人有两种 一种是善根腹的深厚 像许哲这个人 这是自己善根腹的深厚 虽然没有许恶 他没有疑惑 这个是过去世的善根腹的因缘 另外一种 就是把这些四十真相都搞清楚 搞明白了 没有怀疑了 没有怀疑了 曾老实 中间这一段 占决定大多数 所谓的 既不是上智 又不是下雨 这样的人难度 他妄想多 分别职者多